超厲害 這速度 奪得市長杯 民俗體育個人組冠軍 一樣得享的學長姐 一起站上台 跟大家分享跳繩的喜悅 跳繩都是開心的 我平常都練一個小時的跳繩 如果每次遇到放棄的時候呢 就想自己拿到獎章 那時候的開心 就想要繼續跳了 遇到挫折 不要害怕困難 要勇敢向目標前進 斑斑都有跳繩 斑斑都會跳繩 每個年級大集合 一生會有展現跳繩的樂趣 我運動我跳繩都很開心 可以讓我更健康 可以讓我長高 跳繩最大的收穫就是 自己能夠長高長壯 然後就是充實自己的生活 不只提升了身體協調性和節奏感 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友誼與合作精神 東信以往著名詮釋的就是我們的民俗體育班 但是後來雖然民俗體育班猜測之後 但是我們依然把跳繩 設為我們學校的校本特色課程 我們每一個東信的小一新生到六年級畢業 我們都要必須學會一跳一回旋 二跳一回旋 後跳一回旋 交叉跳跑步跳到一跳二回旋 甚至到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們必須還要學會大神的十人集體團體跳 要跳過了我們才能畢業 聰明學習其實是要靠運動 透過我們每一個老師的細心指導 我們都希望我們東信的小孩子 每一個都能夠快樂學習健康成長 孩子們以自信和毅力跳躍著 畢業典禮的考驗就是跳大神 歡迎校友們回娘家 感受跳繩的魅力 與學弟妹們的堅持與熱情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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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paper